不是電開門做生意 但店員很焦慮 因為請來的代班人員 賣了衣服卻開錯發票 開錯發票不是968元 那開成968萬啊 賣出去的衣服 就是這件橘色外套 手寫發票開出去 服飾一件968元 但國賜金額卻寫了968萬 整整差了1萬倍 店員真的超慌 拍照PO網 希望召回開錯的發票 我要補稅或什麼的 我怎麼可能承擔得起 代班店員開錯發票 搞了大烏龍 讓店員超怕 稅金恐怕會飆高 網友急忙安慰 這不成立不用擔心 跟國稅局報備就好 上下金額不一致 會變成無效發票 希望店家來向國稅局 申請更正 另外這一張外送單 也讓人傻眼 點了豆漿店美食 居然要從台北送到 高雄南子區 8個小時40分鐘的路程 外送費1146塊 網友說這早餐便宵夜了吧 為什麼點餐可以點這麼遠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樂出去 因為我們在外送品牌裡面 它的設定是 都會在同一個縣市裡面 外送員表示 系統幾乎不會有外縣市的單 恐怕是CUSO好玩 8小時40分鐘的外送 恐怕沒有外送員 願意接單 記者這麼不懂 漁民耐心剪掉 纏住海龜的藍色漁網 終於解脫了兩隻海龜 其中一隻頓甲脫落 另一隻兩側前隻 則是被割傷 爬起路來都相當不穩 同文萬恩像夜吊小管船 20號出海時 就在水安溪港發現他們 他在那邊探頭 他的身上有網子 所以我們就是要幫他 把身上的網子要處理 他們發現他有受傷 然後所以我們就把他撈上船 然後把他再進港這樣 進漢的時候就發現是兩隊 兩隻都有受傷 漁民檢掉漁港後 立刻掉頭回港 將他們交給安檢人員 隨後緊急送回傷病龜 收容中心安置 更進一步發現 原來他們是罕見的懶溪龜 將對他們展開全方位治療 立刻 蝙蝠類 筆直充滿古色古香的 流民船隧道 整修完恰巧碰上蝙蝠繁殖期 為了不影響繁殖 怕打擾自然生態或危害遊客 只能先暫時關閉 然後我們剛剛有看到蝙蝠啊 我覺得管制一定還是要有啦 讓這些自然生態可以被好好的 但是位在另一條三雕嶺隧道 雖然也是蝙蝠的棲息地 卻沒有這麼好運 缺乏功德心的遊客 開行自行車車頭燈照射 無視限速以及牽引的規定 在隧道內快速傳說 200多隻蝙蝠棲息息 自從開放後至今 目前只剩下約20多隻左右 再過不久可能就全數消失 記者最好報導 逛高雄百貨公司 卻看見工作人員拿著捕蛇家 顧客嚇死狂尖叫 百貨公司居然有蛇 是熱到連蛇都受不了了嗎 工作人員包圍花車 又害怕又勇敢 邊丟鞋邊找蛇 工作人員眼疾手快終於抓到 原來是一條15公分的小蛇 在百貨裡亂串背帶 還好只是臭親母沒有毒性 但也讓顧客嚇了好大一跳 天山上一點 所以有一些野生動物的部分 我個人是覺得比較正常 平常都有石灰粉的一個防護 還有捕蛇網等等的 另一家百貨 假日停車場塞滿車 一輛接一輛動彈不得 連逆向也有車進退兩難 每層樓都長這樣 駕駛出不去超崩潰 破網狂轟沒事別來 這是沒車流管制的問題 塞就算了 一堆人要開不開又擋在中間 我還在塞 打給總機完全打不進去 去了又開回來 我等了40分鐘原地啟動兩公尺 我花一個小時才出來 超大冷氣房鐵定一堆人 出口大打結疲憊到爆炸 百貨回應是因為下雨 才塞車會加派人員動線引導 開心逛街車位不夠 還塞成這樣 還沒逛就一肚子氣 百貨遇到蛇也是難得景象 記者劉士智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